啊 啊 啊 快 快给别人吸氧 没有了 陈医生 总督已经吞死心跳了 陈海老老夫妮 总督没救了 我们应该摊下瘦了 总督大人要是出了事 你们都活不成 盈轩 管你有什么方法 赶紧抢救总督 如果他突然失去 你也别火了 快拿一阵来 医生 平时快不行了 好 用阵 来 啊 不好了 总督还要死了 我尽力了 努力回电 还是准备后事吧 不好了 不好了 来 不好了 给病人盖上了 这人还有救啊 你说什么 病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哎呀 这点小病 好慢 什么 冷救 奶奶 你急糊涂了吧 他一个盖白布的 他懂什么 我说他还有救 信不信尤妮 哼 应血可是从国外 归来的专业医生 他都没有办 你一个盖白布的 你能有什么办法 来人 把这个吹牛的 给我哄出去 你再大点声 他就会血管破裂 流血而亡啊 胡说 我闭嘴 好 那我们就打个阻 如果我治好了总督 你就让这个女人 嫁给我 什么 我 你个赖孩们想吃天鹅肉 你敢打幼血小姐的主意啊 没错 你们 我躲啊 这时候 正让死妈当成活马医来 如果你能治好总督 我就把英雪许给你 幼血小姐 你敢不敢呀 主就不 反正妻子回生 不可能 就是 这个人都没治疗 银针给我 出 哎呀 出人命了 出人命了 大家可要看清楚 是这小子的责任 和我们成家 人 Program przyp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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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怎么样 应许小姐 与行承诺吧 一个清洁工 还想娶我们程家的人 你做梦 我愿赌不说 嫁就嫁吧 我不容易 春少爷 你怎么来了 春少爷 我们跟他开玩笑的 我们怎么可能把应许 嫁给他 哦 原来程家人说话 他不放屁啊 小子 让你下马蹦了个死后 治好了总督 你说你要多少钱吧 我给你 既然你们程家人 这样耍赖的话 总督 你稀吧 不好了不好了 总督又不行了 这 这可怎么办 你快 快救救总督 你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我不要钱 我就要娶她 哎 奶奶 这个怎么办呢 一位是总督 一位是崔家 你 你救我总督 我就嫁给你 好 你要当众宣布 我宣布 我陈一雪 愿意嫁给 你叫什么 林一龙 哦 愿意嫁给林一龙 为妻 哦 哦 哦 嗯 好了 又好了 陈一雪 你宁可嫁给这个青年公 也不嫁给我成了大作业 不好意思 我已经是林一龙的妻子了 崔少 你请便 可好 你给我等着 哎呀 想好保证总督 哼 陈一雪 这被你得罪的崔少爷 可别连累我们成家 哼 走 林一龙 你医术这么好 你是什么人 难道我要告诉她 我是天下第一神医的关门弟子吗 算 估计说了她也不信 我就是一个枪洁工 少爷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我把英雪小姐给梁天堡女儿用的药 一警惕 呵呵 好 如果这次梁天堡个女儿出了什么事 从你去啊 她必死无疑 我得了东西 谁也没想当劳 少爷英明 爸 妈 好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是你那个 去年后的女婿 叶雪 你怎么这么糊涂 那陈一少和我们才是没当不对 爸 妈 这事就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好了 哪个是陈一雪 跟我走 你谁啊 你找陈一雪有什么事 是我们梁天堡梁大爷 找陈一雪 啊 梁天堡 英雪 你是怎么得罪梁天堡的呀 我 我没有啊 啊 你就是陈一雪啊 跟我走 别动我老婆 这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梁小姐 吃了陈一雪的药 兔雪不止 一雪跟我走 什么 兔雪 我 一雪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解释呀 跟我们没关系 梁小姐出了车祸 成了植物人 成家的新药可以救治昏迷不醒的人 所以从我这开的药 就是你这毒妇 给我们小姐下了毒药 不 不可能 就算不能气死活生 也不至于是毒药呀 你说梁小姐现在吐血不止 没错 今天 必须给我走 走 这 这 这怎么办才好 这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会保护药药药的 你就是陈一雪 对 是我 我女儿的病就是你治的 是 我是用温普的方式对症下药 哈哈哈哈 你用那温普的方式差点把我女儿弄死了 呵呵呵 女儿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治不好我女儿 我让你碎尸万段 我来吧 你来 你是个什么东西 嗯 看你那熊样是个清洁工吧 天老 嗯 你来 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国医 好 哼 梁总 不要下斋了 天老 你有几成把握下斋 这 没有太大把握 没有太大把握 有没有五成 有五成把握 好 天老 我信你 你是大国医 今天 我女儿的命 我就交给你了 下斋 好 啊 娘 天老 这 这是什么回事 这个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呀 天老 你这是要把我女儿害死呀你 不能再杀了 你把这拔出来 你 你个清洁工 你懂个屁呀你 梁小姐 是不是出生的时候不到三斤 她的母亲 能产而死 啊 你怎么知道的 让我来给她治吧 你个清洁工 懂个屁呀 嗯 天老 刚才她说我小女 产下三斤 我妻子产死 这件事是对的 小姚 我女儿的病 你有几成把握 她的病不难 我有十成把握 哈哈 小姚 如果 你要是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我两千八 愿意拿出一半身家 给你 小姐种的是毒药 果然如此 好你个成英雪 你给我女儿下毒药 来人呀 把成英雪给我拉出去 不是成英雪 什么 不是成英雪 那是谁呀 小姐 不是药物中毒 是食物中毒 什么 食物中毒 怎么可能 我女儿的饭菜 可是专享专供的 她平时都吃什么 是你的座 这是什么 是我们家的一个老厨娘做的 这个老厨娘 跟了我几十年了 不好 来人呀 把那个厨娘 给我抓起来 走 进去 厨娘 我女儿可是你下的毒 是我下的毒 厨娘 我对你不保这几十年 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儿 两天吧 你饿了吗 我的丈夫和我女儿 都死在你的手里 你的丈夫和你女儿 该死 和我凌千八合适 我看你是来报仇这什么事 来人呀 把她给我拖下去 碎石万段 敢得罪我凌千八 没什么好结果 小兄弟 你果然是个高人哪 先生 你女儿的病比较邪性 如果现在杀生 恐怕治不好你女儿呀 你说什么 竟然还有如此的病 还不能让我杀生 小友 我看你是善心大发 想救那个老厨娘吧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啊 好 小友 我非常欣赏你 我非常欣赏你 像你这种年轻人 可是不多了 今天 把我女儿救好 还泽罢了 如果你救不了我女儿 老厨娘要死 你要死 还有你老婆 承映雪 也要死 小子 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来给她吃吧 我女儿是什么这样 这可你这么厉害 你在这什么呀 等我第二天下去 她就好了 哎 太神奇了 哎 女儿 哎 哎 我现在感觉 舒服好多了 我女儿好了 她都太好了 我女儿好了 小伙子 你太厉害了 我要重重赏你呀 不用了 梁先生 我可以去 可以走了吗 可以 可以 请 送客 天啊 快 不要进去 这个小伙子 前途无量 我告诉你 以后在江城 有我照着她 如果她有什么事情找你 必须办好 听见没有 放进口了 走吧 好 从小我就什么都不如你 但是 在挑男人这个世上 哎呀 你真的对我差远了 看看我姐找的老公 清洁工一个 再看看我老公 年薪百万呢 哎 佼佼 你说少了 要两百万呢 哎哟 亲爱的真不好意思 对 两百万呢 哼 年薪百万 确实厉害啊 你也知道年薪百万厉害呀 你一个清洁工 挣的钱还不如我们家一个阿姨 挣的钱多呢 是啊 映雪 你要是没人追你又告诉我 我们公司可是有很多的单身汉的 那看门的保安不比有他有钱啊 有钱没钱不都一样过吗 你们过得好就行啊 哎哟 能一样吗姐 哎哟 我老公给我买的这个包二十多万呢 那姐姐你就没有这个福气了吧 哎哟 张伟 你这么舍得啊 你这么有钱 嗯 这包真好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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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钱买 看见别人了都觉得是假的 是吧 正好我有个朋友 就是卖这个的 我给你找找啊 来 妈你看 就这块 八千 买一送一 我这包老公 我们不是从专柜买的吗 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呢 自从你和我姐结婚 你送给我姐过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她前两天送我的 是吧 老公 这珍珠那么大 一看就是假的 你好意思拿出来撇 哎 老公 姐夫啊 我口渴了 麻烦你倒杯水呗 好 哎呀 老公 你也不好意思 我这件衣服三万多 你给我弄坏你赔得起吗 娇娇 这撒的是清水 一会就干了 哎呀 我说娇娇啊 嗯 你是不知道啊 有些穷人心眼坏着呢 哎 散了娇娇 这和上姐夫给你道个歉就算了吧 她哪有钱赔你衣服啊 一龙 你快给娇娇道个歉吧 你快给娇娇道个歉吧 娇娇 对不起了 李一龙 你太过分了 你臭欠你给我 娇娇 对不起 一龙 你别闹了 娇娇 我给你闹什么玩儿呢 老婆 你没事吧 李一龙 你什么意思啊 李一龙 你锁死是吧你 娇娇 今天你们家挺热闹 娇 程大鹏 你来干什么呀 哼 是奶奶让我来通知程应雪 以后公司就不用去了 什么 为什么 怎么 你不服啊 还有两位为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哟 这不我拿清洁工姐夫嘛 怎么着 还得倒点来吃乱饭 哼 为什么 程应雪为公司造成了两千万的碎事 你说为什么 什么 两千万 一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程应雪对接的客户全跑蛋了 导致公司亏损两千万 不配钱 就等着坐牢吧 一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就会问怎么了 要不是你得罪了崔少 一龙也不会丢了几千万的大单子 又是崔少 李一龙 就算我全家都求求你了行不行 要不我给你磕头 妈妈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李一龙 我求你了 给我们家一龙离婚吧 要不我们全家都给你跪下 都给你跪下 妈 我 够了 不就是开除我吗 我有手有脚 干什么不行 姐 你傻呀 你被咱们家族的公司给开除了 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你 一龙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赶快给林一龙离了婚 找一个富二代嫁出去 我们再也不看大鹏的脸色了 你们都不用再说了 我就算饿死 也不会出卖自己的 你 你怎么这么去啊你 姓林呢 你满意了吧 你把我们一家人拖累成这个地步 你高兴了吧 你给他说这些有用吗 他但凡有点良心 也不至于把我们家制的这个样子 哎 张伟 你看你这么优秀 肯定认识不少投资人吧 认识 妈 你什么事情都找张伟 我以后在他面前怎么抬起头呢 妈 还差多少钱 我去想办法 林一龙 滚去边去 你有什么好办法 抓去做饭去 哎呀 娇娇啊 你没这么有本事想想办法吧 如果这两千万还不上 老太太肯定饶不了我们 可是妈 这可是两千万啊 你要是几百万的话 我能让张伟去想想办法 这两千万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两千万 叶玄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你渡过难关的 哎呀娇娇啊 要是你姐当初嫁给崔少爷就好了 哪有今天这事啊 哎姐 你没事吧 哎 听说你欠公司两千多万 你想我怎么办了吗 我不想办法解决了 这么多的钱 你不如现在去求求崔少 她喜欢你 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就是她抢走了我所有的客户 我才不会去求她的 你们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丁萱 丁萱 哎呀妈 时间不早了 我和张伟先回去了 哎呀别让娇娇 再待一会儿 别着急 哎呀不了不了妈 老公我们走吧 走 待一会儿吧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梁天爸 现在该轮到你帮忙了 喂 田老 查到崔少的行动了吗 林先生 查到了 她偷换了英雄小姐的药 化成了毒药 差点啊 害死了我和程小姐 而且她还要她的活动伙伴 打压程小姐的公司 导致丢失了好几个合同 将一次把程小姐 赶出公司 我要她立刻破产 能不能搬到 小小的崔家 轻而易举 我现在就去办 等一下 我先去会对她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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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得亲自出面 去找崔少子的这件事情 崔少爷 我来了 怎么了 一雪 过来求我了 崔少爷 你不看四面 也要看伯面 我们从小玩到大 你不能眼睁睁的看我被改出成家吧 哼 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 你偏偏选择林一龙那个废物 现在再出国 晚了 你看看 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哼 应许啊 我喜欢了你好久了 不如今天晚上 你陪我一夜 把我伺候舒服了 我还考虑考虑 崔少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应许啊 反正你已经结婚了 不如今天晚上 你就陪我一夜吧 应许 应许 怎么了 李一龙 你这个没有个废物 应许 你看 刚才让我老婆含泪离去的人 是你吧 哦 你就是成年那个上门女婿吧 没错 就是我 哼 你是替应许来求情的吧 你别为口诚了 崔少师 你好大的口气 哼 你这个废物 哪来的胆子 敢和我这么说话 是你偷换了程应许的钥匙吧 差点害死梁小姐 哼哼哼 你才知道啊 就算知道又整人了 没有证据 我告你是污蔑了 应许公司的合作 也是你给破坏的吧 哼 我不过告诉他们想合作 成家和崔家二选一罢了 他们自己选择的 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好 我问清楚了 现在 是该还你的时候吗 哼 你个混蛋 说什么 喂 老田 可以动手了 哈哈哈哈 一个清洁工想要动手 怎么 想要给我插桌子吗 告诉你 想要旧城市可以 怪怪故意给我磕两个响头 怎么样 哼 你的死期马上就要到 哼 机会我给你 磕一个头 我给你一万 怎么样 还有三分钟 你的公司就会倒闭 你将会负债两个亿 呸 两个亿 你知道两个亿有多少钱吗 加起来能有五卡车 咋都砸死你 没错 一会儿等你说到负债通知的时候 不知道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哼 你个废物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我数到三二一 你要给我跪下 你还有机会 三 二 一 喂 十二公 你个王八蛋 公司倒闭了 啊 公司怎么被倒闭了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一秒钟 我公司所有的资产都未转移走了 现在公司所有人都姓程 程 程 嗯 还有 你投票的事情瞒不住了 已经有警察过来找你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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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这样 难道真的是你 你有这么厉害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惹应许 喂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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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音龙 求您放过我吧 别着急啊 这事情 还必有结束呢 喂 轩二公 你很忍不起啊 你让我们跟你合作 可是现在我们被整个医药行线 拉入黑名单 再也做不了生意了 你给我增长 我一定要弄死你 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 林音龙 你看那英雄和我这么多年的交集分 求求你饶我吧 饶了你 刚才是谁说 让我跪在地上给他磕头啊 还一个头一腕 我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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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停停停吧 我现在也帮不了你了 一会儿警察 就会因为你偷换药的事 来抓你 起码 二十年 林音龙 求求你放我吧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你就当我是个屁了 八分放我吧 好吧 你偷换药的事 我可以不再计较 但是从今往后 我不想在江省 听到你的名字 不会 不会 我会毁用药唆 我会毁用药唆 林先生爷 一切都解决了 催少是解决了 但是应血的公司 还推空着一个几千万的合同 林先生 你放心 我旗下的光耳集团 正好要才过 我可以送程学姐 一个大单子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对了 应血一大早就出去借钱了 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你帮我查一查 他到哪儿了 查了他的行动 发现他去了好几家以前合作的公司 结果都被赶出来了 今天是程老爷的寿宴 他去了程家 想去求程老爷的帮忙 给他的时间吧 好 好 我这就去程家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还有 告诉两天吧 我有事情 要让他帮忙 好的 喂 你这个废物 死哪里去了 今天是老太太的寿宴 你去找亮吃 来接我们过去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天老 给我借两车 好的 不过我兑好那辆车去保养了 还有一辆宝马 你不会嫌弃吧 没事就是一个带着个物件 走 爸 爸 林一龙 你个废物 这一天你跑哪儿去了 林一龙 你说你没出去就帅了 你饭也不做 衣服也不洗 你出去干什么去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收拾 不用了 车压马上就要开始了 要是去晚了 我饶不了你 我让你找的车呢 又找了辆出租车是吧 我没参加老太太的宴会 脸都让你丢尽了 算了 咱不指望她了 我给咱的好女婿张伟打电话了 她一会儿就开车来接咱们 哎 张伟 张伟 哎 她怎么没停啊 没看见咱们 她不是没看见咱们 她想绕我那辆车 绕 为什么呀 她是怕蹭了这辆宝把车 蹭了这辆宝把车 可了不得 这辆宝把车五百万起步呀 哎呀 咱们小区还有这么好的车 哎 哎 张伟 真是不好意思 又麻烦你了 哎 妈咱这都是自己人 你客气什么呀 姐夫 你要是用车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不用这么客气啊 愣着干嘛 还不赶快谢谢你妹夫 妈 我有车不用谢她了 你有车 你有什么车 是不是又找了个出租车 真丢人 是啊姐夫 我们程家好歹是个大家族 人家程鹏都开了个蓝波金尼 你打个宿舍 这不是丢我们程家的脸吗 不用你操心 妈 以后咱们都有车了 吹牛谁不会吹呀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一个清天工怎么可能买得起车呀 没北市就知道吹牛 哎 张伟 你送我们去参加寿宴吧 好嘞 妈 还是我送你们吧 哎 哎 我搁林一龙的车 爸妈 时间不早了 咱们赶紧去吧 林一龙 这辆车从哪动的 从一个朋友那儿借的 什么朋友 叫什么名字 也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 咱穷不可怕 新穷才可怕 不要叫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我没有啊爸 林一龙 做人要堂堂正正 爸妈 那我们走了 这个废物从哪里弄的一次啊 这次寿宴 这老太太高兴 我们再求个情 估计 这两千万 就给我们免了 一大早啊 应学就出去借钱去了 也不是借到没有 这话要说回来了 你老太太的脾气啊 我估计啊 妈 妈 你们放心吧 这两千万的事 我已经找人了 林一龙 你吹什么牛啊 找你那些清洁工工是吗 行了行了 把我们送到这就行了 这寿宴这个地方 不是你们在这儿待的 好了好了 赶快去买个蛋糕 晚上我们一块给医学过生日 今天也是应学的生日 行了行了 我们应学的命苦啊 她和老太太一天的生日 就从来没有好好过过 行了 咱跟咱妈比嘛 这样就行了 好行了行了 快回家吧 看你就买 回吧 喂 天老 给我预定一个好的酒店 我要跟我老婆过生日 好的 那一定是全省最豪华的蓝断酒店 好 叶雪 我要给你准备一个特别的生日会 哎呀 这饭店真是够气派的 是啊 呦 大伯 来了 咋没见我那个吃软饭的姐夫啊 那你说 这种场合 她不应该缺席才对啊 毕竟 这些饭菜 可是她一辈子都没吃过的 可是她一辈子都没吃过的 我还替她准备个打包袋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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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话可真逗 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个吃软饭的 她有什么资格进来 就算真进来 她好意思坐在这吃饭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不了解咱姐夫 她这种人 只要来了这里 怎么可能不上桌吃饭 像她这种贪便宜的小人 啥丢人的事干不出来啊 啊 哥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啊 黎一龙就算是来到这种地方 她顶多也就是个在这端菜的服务员 一个服务员 有资格在这吃饭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叶叶啊 还是你想的周到 我怎么就没想到 哎 叶雪啊 李一龙今晚 不会真的来当服务员吧 哎 我记得 今天好像是叶雪的生日啊 叶雪姐姐 你那个老公 到现在都没来 不会 连你的生日都忘了吧 不会 连你的生日都忘了吧 哈哈哈哈 这辈子 我就算忘了自己的生日 也不会忘了叶雪的生日 李一龙 叶雪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这辈子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她怎么又来了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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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这不是我那废物姐夫吗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遇到占便宜的事 她肯定不会不来 嘿嘿 李一龙 你这身衣服不错呀 她哪儿租来的呀 哎呦 嘿嘿 诸身衣服参加宴会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哎呀 这做人哪 最重要是脚踏实地 太过虚荣 可不是什么好事呀 你来干什么 今天是叶雪的生日 我是给叶雪来庆祝的 什么 诸身衣服在别人的宴会上 给自己的老婆庆祝生日 你还能再无耻点吗 哈哈哈哈 妈 我已经为叶雪准备好生日宴会了 什么 准备好了 在哪里 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看见 就在酒楼 呦 叶雪姐姐 李一龙啊 在酒楼 我已经准备了生日宴会啊 哈哈哈哈 李一龙 你还真不嫌丢人哪 李一龙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我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在酒楼给叶雪准备的生日吗 好 我们去看看 妈 酒楼 那是什么人都能随便上去的吗 贸然上去啊 冲撞了里面的大人物 那是找死啊 对啊 李一龙 你带我们去一趟酒楼 我们就相信你 酒楼的生日宴会还没有准备好 待会儿准备好了 我们再上去 李一龙 这谎话说的 连自己都信了吧 酒楼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吗 奶奶都订不到的酒楼至尊顶 你说你在那开生日会啊 谁信啊 哎 李一龙 不急 咱今天就在那死等 咱看看 李一龙的生日宴会 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大伯 那个地方 你们可不能坐 为什么呀 嘿 为什么 那是咱们集团公司 优秀员工做的地方 你们坐了 他们去哪里坐呀 那 那我们坐前面去 哎 前面是奶奶在的地方 你们还是不要往那凑了 免得她 上火 那 那我们坐哪儿呀 坐在哪里 哎 门口 吵什么吵 老板就知道吵 哎呦 奶奶 妈 你来啦 嗯 你站上吧 走坐吧 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是光耀集团的赵经理 负责光耀集团采购的 哦 光耀集团 这可是医药界的顶级 掌握我们成家的生死 我们好好的叭叭叭叭叭叭 哎 赵经理 你好你好 嗯 好了好了好了 哎呦 一致是英雪跟进的吧 听赵经理说 英雪 对这个项目一致并不在意 这是怎么回事 英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 他让我陪他去逗价 这个赵经理真是找死 程小姐 你看你是误会了吧 这个五千万的大项目 也不能儿戏啊 我派公司的人陪你去视察 你不同意啊 程小姐 你这太没有诚意了吧 我亲自给你对接 你派个小喽喽给我对接 你这是看不起我 才是看不起我光耀集团啊 英雪 赵经理说的没错 这么大的项目 你要特别的重视 你作为项目负责人 亲自给赵经理对接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奶奶 我不跟他出点 是他 他不怀好意 程英雪 有什么不行的 奶奶让你负责公司的项目 你就这样为公司做事 可是他不怀好意啊 说嘴 竟然敢这样给赵经理说话 哎 程小姐 年轻人 你的脾气也是正常的 哎 程小姐 我这里有个报件 特别的清静 让咱俩去谈谈合作的项目啊 你 你无耻 英雪 怎么说话的 赵经理 还是你大人有大力啊 英雪 还不赶紧谢谢赵经理给你这次机会 奶奶我 程英雪 你难道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吗 为了整个成家 你牺牲一点能算什么 就是 又不扫快乐 程小姐 走吧 我不去 好 既然程家不给我灭的 程家以后在医疗界 就不要换了 哎 张经理 他人不及想人过 雨雪 你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个项目你要是谈不成 损失的五千万空洞 你自己来补 对 要么你自己赔 要么就去赔赵经理 自己选择 喂妈 奶奶 英雪毕竟是你的孙女 您这样逼她 合适吗 我闭嘴 这是我们程氏家族的宴会 轮得到你跟上门女区来说吗 你说个什么东西 我是程英雪的老公 一个废物而已 程英雪要不是为了你 怎么能去挪用公司的公款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灌出去 奶奶 您别生气 别生气 刚才我听这个废物说 她说自己包下了第九楼 要为新雪庆祝生日 什么 哈哈 这是我这边的 听到最大的笑话 哎呦 还包下九楼 救我们老公 都不敢这么说 你那上面女婿啊 她真是厉害 程天明 这就是你的好女婿 你是不是故意让她来丢我脸的 林玲楼 抓你个鬼 英龙 你先回去吧 不要偏烂了 英雪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要陪你 哪里去我 英雪姐姐 你先别让林玲楼走啊 我们呀 还等着看你的生日宴会呢 在九楼举办的 想想都让人羡慕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打扰一下 您好 程老夫人 可能您需要挪一下位置了 挪场地 为什么 我们可是提前约好了呀 不好意思了 大人屋的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得提前清场 今天是我的大寿 你让我们往哪挪呀 恐怕 你要挪到二楼去 哈哈 什么大人屋啊 这么准啊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可是订的三楼 你凭什么让我们玩二楼挪 你好 我是光耀集团的赵长兵 这个三楼 是我为程老太太订下的 怎么 不给我们光耀集团面的吗 赵先生 您要是不满意的话 可以找我们老板聊 不过 您还是得挪到二楼 为什么 九楼有一些客人需要挪到八楼 八楼的客人就得挪到七楼 以此类推 您就得挪到二楼 为什么 因为今天来了一个大人物 今天蓝转酒店 谁的生意不做都可以 必须招待好这个人物 能在九楼办宴席的 已经是最顶级的人了 还有谁 能让这样的大人 让路呢 天呐 你们快看 外边广场上的车 全都挪走了 怎么回事 我的麦巴赫还在外面 毕竟我的统名 就给我挪车了 这也是胆子太大了吧 赵经理 您家老板田老在下面 给人指挥车队呢 您要不要下去看一下 什么 我们家田老板 你别骗我了 你别骗我了 丑老 我先下手了 咱们下路呢 给他八九十身家口律 都忙完了 咱们再相谈 大经理 大经理 挪 我们一定挪 给我们十分钟时间 我们一定挪好 好 前老这样的大人物 都在外面指挥交通 到底是来了什么样的人物呢 英雪 给你半小时时间考虑 要么你就去陪赵经理 要么你就还了五千万 妈 你就给英雪一个机会吧 那毕竟是你的亲孙女啊 大伯 既然是成家的人 就得为成家做贡献 找了一个废物当老公 还导致公司亏空 这种人 留着有什么用啊 这种人 留着有什么用啊 别说了 走 咱们诺到下一层 奶奶 这里的档次可比那里差远了 嗯 奶奶 你说这来的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啊 把我们都赶下来了 刚才都问了 我一个在这工作的哥们说 九楼今天为一个女孩过生日 据说 还弄了个价值三千多万的赚借呢 天哪 什么女孩 这么幸运 要是有人这样对我啊 让我去死 我都愿意啊 我那哥们说啊 这个女孩来历神秘 没人知道她是谁 诶 唐姐 该不会你就是这个神秘女孩吧 这不会是林一龙为你准备的生日宴会吧 没错 就是为英雪准备这生日宴会 哇塞 你好棒棒哦 废物姐夫 你好厉害哦 待会啊 你要是去酒楼的话 一定得带着我 我也想照照见识 啊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不说话 你一个人丢脸就算了 为什么带着我们全家人丢脸 我真的是在酒楼给英雪准备的生日宴会 别再胡说了 滚 马上给我滚 好了 你们一家人啊 别在这儿张啊 奶奶生日会丢不丢人啊 英雪姐姐啊 这半小时都快到了 你到底是去陪赵经理啊 还是还钱啊 唐妹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我建议你啊 还是去陪赵经理 一来呢 能解决所有事情 二来呢 还能自己舒服舒服 你就把赵经理 当成你的生日礼物 这不就完了吗 勇动难吗 程小姐 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不会去的 程老太太 看来程家对合作 没有诚意啊 既然这样 那就取消了吧 赵经理 你别生气 程英雪 你没钱还还 还不肯陪赵经理 那就只有去坐牢了 不光你要坐牢 你们全家 都要去坐牢 你们也太过分了 硬把硬学 往火坑里推 少废矿 我做事 还有你来教啊 奶奶 林英龙不是有心的 我闭嘴 我再问你一次 你去陪赵经理啊 还是去坐牢 梁天妈来了 天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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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爷 在江城 能有这么大阵仗呢 只有天爷了 是啊 梁天妈要是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了 不过 他这是要为谁 庆祝生日啊 哎哟 居然是天爷来了 程老夫人 你别慌 天爷 你别慌 跟我关系不错 等我忙完了 我带你去扮演他 那就谢谢赵经理了 我要是真能拜见 梁天爸一面 在江城 谁敢不给我面子啊 小事 只是 这程小姐 放心 今天一定能办妥 程鹏 今天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英雪送到赵经理面前 来来 放心 交给我啊 嘿嘿嘿 嘿嘿 你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 奶奶说了 今天你要是不把生意给谈了 我就把林一龙 从楼顶扔下去 你要是不想这样的话 就乖乖的把生意谈了 否则 我今晚让你变成寡妇 你要干什么呀 你还有没有往返了 哼 不确是怕 那我就让你心爱的老公 去这恐头 天老 你怎么来了 啊 天老 哎 天老 嘿 林先生 程小姐 酒楼的业会准备好了 梁先生请聊夜 去酒楼 田老 你是不是搞错了 林一龙 她就是一个上门女婿窝囊肺 我奶奶才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啊 对对 今天 是我的寿陈 哼 林一龙 程英雪 有什么资格上楼 哎 你放肆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赶紧给程小姐 林先生 道歉 要不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让我给他俩道歉 哼 奶奶 哼 田老 我老身 乃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喂 我现在给他说话 哪有你说话的夫人 你是不是想找他 林一龙 都是自家人 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大鹏心直口快 并无恶意 不许道歉 是啊 林一龙 都是小事 这件事 这件事就算了 你现在想起来 是自家人了 刚刚 不是还让英雪去陪赵经理吗 那时候 怎么不是自家人了 奶奶 您真是有点健忘呀 我们一家人 早就被你赶出成家了 何来一家人的说法 程英雪 你想 彻底与我们成家脱离关系吗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再也不是我们城市集团的人了 你造成我们公司损失五千万 那 我只有报警了 五千万是吧 拿着 田老 竟然愿意这么帮助程英雪 他和林一龙 到底是什么关系 田老 程英雪 已经不是我公司的人了 你何必为了一个外人 影响咱们的关系呢 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从现在开始 光耀集团 和城市集团的所有合作 全部终止 什么 全部终止 不是 天老我不是那个意思 程大鹏 你在这干什么 赶快给林一龙道歉 快 立刻道歉 不然你就灌出成家 一龙 对不起 你这声音说给谁去呢 没有诚意就不用道歉了 等着进阅吧 哎 天老你别生气 大鹏 大点声 林一龙 对不起 林先生 你满意了吧 如果不满意的话 让他继续道歉 林一龙 你别太过分了 本来我都打算让他停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继续吧 不满意 没听到吗 不满意 一边道歉 一边当自己耳光 直到满意为止 什么 怎么 不愿意啊 接约 没听到天老的话吗 打脸 道歉 哎 对不起一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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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龙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要不 对 咱们上楼吧 恐怕还去不了啊 怎么了 那位赵经理 要单独和我媳妇 谈合作 哦 就是你 约程小姐去谈谈吧 天老 误会 误会 你 出去 把自己的手打蛋 天老 我求求你 你 你饶了我吧 不要 不要 好 你 和你的下人 都没有好果子吃 天老 天老 我 我 我 被她的 不在 被她的 一会儿 陪你们上楼吧 如果作为家族的话 我们到场 传出去 别人还说我们成交 历处不周啊 妈 你不是都把我们赶出去了吗 就别去了 爸 妈 咱们去酒楼 给盈雪过生日吧 别去了 奶奶 这是怎么回事 梁天爸怎么会要求他们上楼 那还用说 那肯定是程盈雪跟梁天爸 有一腿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这派人去上面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交给我了 欢迎林先生和程小姐 我在酒楼至尊顶 给你们准备了生日圣宴 大天爸怎么是这样的呀 媳妇 人不可貌相 她可是江城的天 在江城乌风唤雨的人物 快点来 我心就不急了 哇哦 林先生 程小姐好漂亮哦 梁先生过奖了 一龙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生日吗 对啊 一龙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生日吗 对啊 当然啦 林先生花费了好大的心思呢 程小姐 你能感受到林先生 对你的一片爱吗 喂特儿 上酒 把你们这里帮人的拉费 都拿过来 一龙 谢谢你 一龙 谢谢你 老公 我有个请求 你让我爸妈一起来吗 你的生日你做主啊 可以 哎呀 既然 她父母要来 那就是你们家宴 林先生 我就不打扰了 随后呢 我让小的们送点礼物 给程小姐 那我就告辞了哦 谢谢梁先生 林先生是吧 这几家礼物需要您先收一下 这么多物品是送错了吧 没有 这些都是梁先生送的 冰冰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 我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什么 你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就是那个遭车祸变成植物人的 你治好了一个植物人 哎 妈 你还记得吗 别人公司以前研制了一种药 据说可以让植物人苏醒 冰冰龙 你该不会用这种药了吧 真的 肯定是这样 林一龙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技巧毕业 她现在在医院干保洁 她哪有这种医术 还不是照着咱家的药 也是 林一龙 你治好了她女儿的病 她给你多少报仇啊 妈 你没有报仇 什么 没有报仇 不对吧 你是不是想独特啊 姓林呢 我告诉你 没有我们成家的药 你凭什么治好梁家女儿的病 这一切都是我们成家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妈 真的没有报仇 但是啊 梁先生说了 能够帮我做件事 于是啊 我就让她准备了今天的这场生日宴会 怎么样妈 不错吧 什么 去分钱的报仇不要 你就让她给你准备了这个生日宴会 林一龙 你脑子有病啊 你是不知道呀 林一龙 梁天爸是个什么人啊 只要你一张头 两三个亿都不成问题 你就要了这个生日宴会 我觉得挺直 妈 这不就是梁先生送来的报仇吗 啊 蠢货 我看看梁先生送你什么东西 哎 梁先生居然送了一辆宝马车 有什么好激动的 至少能要一个亿 就换了一辆宝马车 很高兴吗 哼 贝家玩意儿 算了吧 至好还有辆车 这车给你爸开 你爸是咱家的脸面 你懂不懂 爸又没工作 爸又没工作 他开什么车呀 哇 这是劳力士吧 哇 真漂亮 这表啊 给你爸带 妈 这是人家梁先生给一龙的 什么 是一龙用我们家的药 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这表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哇 您会西装 您盘子 别弄脏了 回头我把它卖了 梁先生送的肯定卖个好价钱 妈 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走 走 看我们的新车去 走 宝马 陈大鹏就有一辆 要一百多万哪 陈大鹏那一辆是低配版 这辆是高配版 这辆最少取下也得二百多万以上 哎呦 比陈大鹏的还好 当然了 梁太爸送的低配他也拿得出手 一个亿换了一辆车 你可真会做生意 是啊 林一龙 你用我们家的药 治好了梁先生大牛的病 结果就要了一个生的烟味 你可真虚荣啊 这车是你能做的吗 滚一边去 妈 这车是送给林一龙的 是咱家的药 救了梁先生的女儿 不是林一龙救的 林一龙 你们有资格做 滚一边去 那你让他怎么回家呀 最好别回家了 我看见他就烦 走 别理他 别去 爸 你怎么能把他自己扔在这呢 不用理他 让他自己走回家 哎 一龙 你来啦 你还知道回来 你看看几点了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价 南断酒店附近不好打车 我走了两里地 才打楼车的 活该 你要是有能耐买辆车 还需要打车吗 妈 那辆车是南天爸给一龙的 是你抢走了 你给我闭嘴 我说的不清楚吗 那辆车是咱家的 要不是咱家的药 梁天爸知道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妈 别说了 林一龙 把这件衣服放好 一会儿张伟过来拿 不是说卖了吗 怎么又让张伟拿走 我不想卖了还不成嘛 张伟穿的高档衣服 是她是做生意的 难不成 让你穿着这个衣服 去炒厕所 你讲张伟 每天给家里送多少东西 你就知道在家里吃饭 你给家里吃饭过什么 妈 你这样做也太偏心了吧 这件衣服 也是梁天爸送给林一龙的呀 我再说一遍 这是梁天爸给我们成家的 跟他林一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怎么处置 那是我的事 妈 行了 不就是这件衣服吗 我告诉你林一龙 待会儿你要亲自把这衣服 送到你妹夫手里 什么 我还要亲自送过去 那当然了 这表示你对你妹夫的尊重 都是女婿 凭什么要尊敬她 那当然了 这女婿和上门女婿 能一样吗 一个是照顾咱家的 一个是吃晚饭的 她俩不一样 妈 我来了 你看我给你拿了啥 全是你喜欢的好东西 呦 这不是我小女婿来了吗 来来来 坐妈这儿 来 快过来 妈 您看看 我帐篇买来孝敬您的 哎呀 还是我小女婿啊 嘿嘿嘿 哎 正好这套西装 叫林一龙一送过去呢 哎呦 这西服看着不错呀 还像阿玛尼的 我得我试试 我试试 试试 哎呀 这西服好呀 谢谢西服啊 怎么样啊 哎 有点大 有点大 没事儿 我拿回去改改 我改改又能穿 好 这西服好 林一龙 你傻站的干什么 抓紧找个带子 把你妹夫的衣服装起来 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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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家人 何必这么客气呢 妈 我走了 明天啊 请您吃大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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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小张 好啊 慢走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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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龙 你怎么这么拨打呀 你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别人呀 没事儿 车和表呀 我用的也不多 再说了 给爸妈用 又不是外人 他们对你怎么样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 但是他们是你的爸妈 我对他们好点 是应该的 行 你把车和手表给爸妈 我不说什么 可是你的衣服 为什么要给张伟呀 张伟拿走的衣服呀 未必是好事儿 什么意思啊 等到明天你就知道了 哎 还跟我玩神秘啊 好累啊 睡觉吧 好累啊 哦哦哦 好 哎呀 你睡那儿 挤不挤啊 不挤的 挺好啊 好 那你就一辈子睡那儿吧 哎 老婆啊 这儿挺挤的 我能不能 不能 哎 你过来看看 快看看 这人衣服改完了 怎么样 帅不帅 全是多了吧 是不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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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赵 你现在越来越有成功人士的风范了 不像有些人 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 饿 你好 请问这是灵龙先生的家吗 你谁啊 你 我是阿玛尼专卖店的杨经理 我是专门来收回我们的衣服的 请问衣服收拾好了吗 啊 收衣服的 好把配好爱 这衣服还得看人穿 老婆的老婆的 不好了不好了 干什么呀 大惊小坏子 人家来收衣服的 什么衣服啊 啊 就是灵一龙先生昨天穿的那一件衣服 哦 对对对 就是这位先生穿的这一身 这 这件衣服 没错 就是这一身 如果想继续穿的话 请直接付款 总共73万 73万 这么贵 我 我哪有这么多钱呀 你没搞错吧 这衣服是梁天爸先生送给我们的 没错 这衣服的确是梁先生取走的 但是梁先生没有付款 什么 没有付款 上百万的车 上百万的表都送了 这几十万的衣服 没付款 哎呀 太贵了太贵了 小张把衣服脱下来 给人家 快脱脱脱下来 给人家 脱 来 这 这衣服你们改了 就 就稍微改动了一下 还可以再改回来 你们疯了 这可是啥吗你 你 竟然该改动衣服 已经完全破坏衣服了 没那么严重吧 不就是动了几根线吗 没这么严重 是定制的衣服 一阵一线都不能碰 我拿回去也卖不了啊 现在只能你们买下了 七十三万 现金还是刷卡呀 不是 你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不就是动了几根小针线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衣服是梁天罢给的 也不能让我们付款 这衣服在谁手里 我就找谁要 要是不服的话 你可以去找梁先生 不 不付的话 我可就要报警了 不对不对不对 这件衣服 你应该找林一龙要钱 妈 这跟林一龙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不关她的事啊 这衣服是梁天罢给她的 她没有付款 就送给张伟了 这不是故意坑张伟吗 怎么失事嘛 明明是张伟自己抢的嘛 嗯 抢的 衣服穿在她身上 如果她不脱 张伟还能把她衣服 从身上脱下来不成 我说呢 昨天她怎么那么干脆 就把衣服脱下来了 原来是想害你妹夫啊 林一龙啊林一龙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卑鄙啊 妈 你这样子太过分了 哼 谁过分了 冤有头债有主 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张伟 你先回去 这件事情 让林一龙来解决 好 那我走了 妈 闭嘴 这件事你找林一龙 让她解决 她自己弄的烂摊子 让她自己收拾 和我们没关系 妈 你怎么这样对一龙啊 哎 你别看我呀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管 跟我没关系 妈 你怎么能这样对一龙啊 我怎么对一龙呢 你说 这七十三万 你妹夫能拿得出来吗 她拿不出来 一龙就拿出来了吗 这么多钱 那么好是要坐牢的呀 那不一样 这张伟啊 在外面做生意 一年也有二三十万的收入 这林一龙呢 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三四万 谁重谁轻 你还分不出来啊 怎么能这么说呢 谁都是谁扛着 凭什么让别人去顶替 那可不一样 林一龙是上门女婿 她吃咱家的 住咱家的 关键时刻 就是为咱家扛事 这是什么道理吗 这是做人的道理啊 她一个上门女婿 对家里一点贡献都没有 关键时刻 再拍不上用场 留她干嘛 就算养条狗 有人凶我 她还要冲上去咬人哪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不管 我不能让一龙背这个黑锅 燕雪 你要是敢走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你是要你妈 还是要那个窝囊废 妈 你干嘛呀 妈 你干嘛 妈 你试试 撑撑 老婆子 你那个事 助理怎么样了 林一龙 一直在那打电话 第三相似的求人 哼 我估计 是被那个梁涵爸 骂了 她一个上门女婿 她有啥本事啊 就是 就是 哎呦爸 你女婿笨人骂 你就这么开心啊 谁女婿啊 你早晚是要离婚的 她这个事办不好 马上就离 对 离 爸爸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走 我要好好的消遣她一顿 那就谢谢梁老板啊 你说什么呢林少爷 我老梁八千亿还来不及呢 看样子是没搞定 嗯 林一龙 哎 妈 这衣服的是怎么样了 还用说呀 一定是没搞定哪 爸 这衣服呀 梁涟爸已经付过款了 什么 林一龙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对呀老妈 你别要乱说了 再惹妈生气啊 妈 真的 这衣服啊 梁涟爸买完摊了 你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我给梁涟爸打电话 跟她昨天走得急 被付款 现在已经找人把钱付上了 放心吧 你怎么不早说你 妈 你也别让我说了 才说了 昨天 你把这衣服给张伟呢 我给梁先生怎么说 我说你给张伟买个单 这好说也不好听啊 你 哎 看来你给梁涟爸很熟啊 你再给梁涟爸要点东西 给爸要辆车 好不好啊 哎呀爸 你咋不找说呀 刚才梁先生给我打电话说 我们俩两个亲了 你个废物 你来干什么呀 你个上门女婿 你指望她拉倒吧 哎呀爸妈 你们也太现实了吧 这便宜不沾白不沾 哎 赶快给二女婿打电话 对对对 让她来拿西装 赶紧打电话 喂二女婿啊 赶快来拿西装 现在西装是你的了 哎爸那西装太贵了 我不要了不要了 上不了台面的祸 老太太来电话了 赶快接啊 赶快接啊 赶快接 喂 妈 程天明 赶快的好儿女 你竟然盗取家族公司 新研制的药皮忍治病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你装了 我就知道了 霓龙又成家的药 治好了两天八的女儿 敢泄露公司配方 就等她做脑吧 搞祸 完了 黎一龙 你看你闯的祸 你想死 你自己去死散了 还要拉上我们 黎一龙 这怎么办呀 这次你真闯祸了 这哪是冲动啊 这是蠢才才做的事情 黎一龙 你说这事你怎么办 这五六活大的事 你二老放心 这件事我会完美解决的 解决 你有什么解决 用你的嘴解决 你这个善为女婿 没权没事 这下我们完蛋了 怎么办呀 黎一龙啊 你来到我们家以后 没干一件好事 敬佩我们家添乱呐 你看你啊 我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哎呦天哪 这日子没法过了 哎呦天哪 什么 你个小黄黄蛋 你还笑我 我今天被打死你不可 老子老子别着急 解决这个事再说 什么 解决 你们家老太太这么厉害 你解决得了吗你 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 老程 你有办法解决 办法不是没有 就让李云楼飞锅 这样咱们家就没事了 爸 你怎么敬出搜主啊 哎 哎 我觉得你爸说的对 让黎一龙去背锅 也不枉她在我们家白吃白喝 妈 她是你女婿呀 你不能这样 哎 女儿 你算说对了 这女婿 又得替岳父岳母背锅 嗯 今天晚上去酒楼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夸赞一龙 还拿走了一龙的手表和车 你说你们现在遇到事情了 又把责任都推给一龙了 好 大不了 我没把车和表都还给他 对对对 还给你们 都不要了 好 这个好 还东西好 岳父岳母 那这样 就把车钥匙和表拿过来吧 还 还就还给你 还什么还 到时候的鸭子不能飞了 李云楼 这车和表 就算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的费用吧 妈 我太没有底线了吧 造手的肉 可不能让它飞了 李云楼 你要是真心喜欢我们家英学 就把这个事扛起来 放心吧 英文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放心吧 英文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 英学 有你这句话 不够 妈 我说过 只要我取了英学 我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的委屈 谁也不行 哎呀 你别在这吹牛了 先把这件事给我扛起来 对对对 李云楼 你要像男人一样扛起来 好 爸 我妈 这件事我扛了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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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女儿 叫她去吧 再比你找好的 妈 你说什么呢 英龙再出事了怎么办 哎 英雪 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你英龙把所有的都扛起来 我们家才能摆头干系 对呀英雪 你想让你爸爸去坐牢吗 就是 妈 你们这样让我好为难呀 我就眼睁睁看着一楼自己去扛嘛 奶奶 这回问团 抓住这个把柄 不愁她成英雪 不听话 奶奶 她要是不老老实行的帮人们做事 就把她们一家的都送给你 对 奶奶 她长得这么好看 能不为她成家 多多点贡献 国家可是有好多客户 都点名 让她赔的 嗯 好 通知那些大老板 今晚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会 让英雪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晚上陪他们吃饭 嗯 好 哎 奶奶 先让她陪哪家呢 当然一起联系了 今晚上 让那些大老板来个拍卖会 谁出的价高 就让她陪谁 哎 奶奶 您真高明 我现在就去安排 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这个贱户 卖个好价钱 查到了吗 成家人 想对英雪做什么 成家 邀请了一些势力 做医疗合业的老板 要拍卖 成 成小姐 拍卖 去的人很多 有八个老板 在医疗合业 排上有势力 不过 只要林先生一句话 我可以要他们 走不出家的口 不用了 这些人 竟然给予我妻子 我岂能放过他们 林先生 要怎么做 你尽管上次 要不 我把他们赶上邀程 哼 太便宜他们了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 晚上七点之前 我让他们破产 能做到吗 林先生 这难度不低 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药方 圣元丹 如果这个药方 给了你 之前林先生 您给的药方 已经近二十亿了 这个圣元丹的药方 肯定超过百亿了 林先生 你放心 下午五点之前 一定要他们破产 不用五点 说七点就七点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 是因为这件事 而破产的 放心 一定办到 奶奶 我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么多的大老板 这是要干什么呀 派卖你 什么 奶奶 你什么意思呀 我们家 出现了危机 这又派卖你 卖个好价钱 咱们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奶奶 你太会三观了吧 我不干 嗯 你不干 你父母 都成为乞丐 赶出家门 奶奶 还有 那个林一龙 随时就会小命不保 各位老板 你们都等急了吧 英雪的出业权 派卖开始 我都等不及了 英雪小姐 是我的梦中情人 我这回一定把她的出业权 派下来 哼 老王 你有那实力吗 英雪小姐 你们都别争 她的出业权 是我的 好了好了 别吵了 驾告者 得 哎呀快开始吧 别在这磨叽了 好 竞拍价 一千万 我出两千万 好 两千万 一次 我出三千万 哦 三千万 一次 哼 我出一个亿 哎哟 还是张老板威风啊 都出到一个亿了 我出两个亿 一龙 李一龙 李一龙 你怎么进来的 你是不是来这儿捣鬼 我老婆的出业权 谁也拿不走 啊 我知道了 这就是英雪小姐 那个废物老公啊 听说她是个清洁工 你他妈还出两个亿 你能拿出二百块钱来 我就帅你牛逼 哼 就是 一个废物 在这儿充什么脑 你们信不信 我一个废物 可以让你们 倾客之间破产 哈哈 你吹牛逼 你还让我破产 你知道我的家产多少钱吗 我一百亿 我十倍子都花不完 王老板是吧 就先从你开始 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破产 哈哈哈哈 这是我这辈子 听得最好听的一个笑话 让我破产 你有那实力吗 来来来 你打电话 我就看看你 怎么让我破产的 好 喂 天老 动用关系 让一个叫王强的老板 破产吧 啊 你玩的 这样你玩了 这样我就破产了 哎 我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破产啊 两分钟吧 两分钟之后 你就变成一个穷光蛋 一龙 你别闹了 你赶快走 宁雪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 真的过了一分钟了 我怎么还没破产 别着急 马上 就会收到电话 好 我去看看 谁敢跟我打这个电话 喂 哎 咱们谁了 咱们王家破产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我们王家怎么可能破产 肯定是得了什么人物了 咱们王家现在又摔走了 不可能 不可能啊 我说过让你破产 你 绝对就会破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很快 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时尚点 赶紧滚 你们 是不是也等着破产呢 想破产的话 还不赶紧滚 你们都干什么去啊 你们神秘的集团 收获了你的股份 现在已经不是程家的家主了 什么 谁是程家家主 程应许 是程家的新任家主 什么 我 对 程应许 你现在 程家的董事长了 喂 大姐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外甥女儿 是程是药业的董事长了 喂 小弟啊 现在应学是程是药业的董事长了 你外甥女儿 哦 真的 喂 喂 老四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应学现在是程是药业的董事长了 妈 你就别再张扬了 好的好的好的 林一龙 你老实交代 你到底埋了我们多少事情 妈 怎么了 林一龙 你说你和梁天爸两亲了 梁天爸又帮了我们多少 你到底为梁天爸要了多少的好处啊 林一龙啊 林一龙 梁天爸给你多少好处 你交出来 要不我找梁天爸去 爸 妈 一龙帮了我们这么多 你们怎么还这样对他呀 他帮咱们 他带什么东西啊 他用的药都是咱们公司自己的药 就是啊 他想独吞所有的好处 门门 林一龙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行了 明天我自己去找梁天爸 看你怎么收场 你其实可以反抗的呀 哎呀 说那些的什么 最终夹在中间的还是你 让你左右背囊 我说过 不让你受委屈的 一龙 谢谢你 三年了 他终于亲我了 你给我出来 咱们去找梁天爸 你要跟我们说吧 爸 那可是梁天爸呀 梁天爸怎么了 他女儿的病 是用咱家的药治好的 他必须给咱个说法 爸 你就别闹了 林一龙 快走快走 你赶紧跑路去吧 梁天爸 要是我告诉梁天爸 没你的好下场 就是啊 一龙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好好当你的董事长吧 这几天你舅舅要来 你帮他安排个好职位 妈 我这才刚上班 别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一龙 你去给梁先生说一说 万一爸妈他们在乱说什么 没事老婆 梁先生不会说什么 明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你要加油啊 对了 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你反正在医院 也是个打啥的 你反正在医院 也是个打啥的 不用啊老婆 我在医院做清洁工啊 做的挺好的 他不是 曾经那个窝囊被你 是啊 走完公司医院 全是从小里啊 嗯 林一龙 你还敢来上班 你矿路三天 你已经被医院开除了 想开除我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一龙 你小子几天不见 你笑在那儿黑啊 嗯 小子笑在那儿黑啊 小子笑在那儿黑啊 你还敢躲 林一龙 你死定了 啊 你死定了 谁敢躲啊 表哥 我那不得寒了 你得被你弄死你 这么大的妖来了 林一龙要吃大亏喽 他活该 谁让他给胡主任做的办 胡主任他办 可是医院的副院长 他忍得起吗 对对对 就我这个王八蛋 竟敢推我 给我弄死了 妈的 就你这个王八蛋 推我表哥 我没动他 所以他动手打我 自己摔倒了 这还能怪我啦 放屁 要不是你退了一步 我能倒吗 那照你这么说 你打我 我还不能退了 哼 老子打你也是看不起你 大飙 得跟他废话 弄他 哦 林一龙 你现在给我表哥跪下 定磕俩头 我就可以原谅你 一个钱啊 我 只打断你一条腿 哼 不可能 那你就去死吧 王八蛋 今天 你死定了 大飙 住手 咱们还是不动手了 咱们报警 把他抓起来 唉 表哥 还是你聪明 快报警吧 天佬 你怎么来了 林先生 您好 天佬 你是不是任造林了 他只是我们医院 那个亲家公 你觉得我老眼坏花了吗 不是 天佬 我 滚 林先生 我已经跟医院长谈过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急诊科主任 唉 天佬 我恐怕去不了急诊科了 我已经被开除了 不仅如此 一会儿啊 还有警察 来抓我去坐牢呢 说老师 是谁这么大胆 天佬 天佬 你误会了 是他的医院都是事 这条的人都可以动 是他动手打的人 对对对天佬 就是他一拿的人 我们都可以做这 就你们这些东西 林先生打你们怎么打 天佬 这些都是小事 你何必动怒呢 屁嘴 你算什么东西 敢给老子这么说话 是是 天佬说得对 从现在开始 林一龙是我们急诊科大主任了 林先生 你这边行 去看看你的新办公事吧 让开 表哥 这林一龙就是一个青年工啊 让他当主任医生 他会看命吗 唉 行了 别激动 我觉得他去急诊事 最合适不过了 什么意思 表哥 急诊事 是最容易出医疗事故的地方 如果出了医疗事故 他这个黑锅 他背得起吗 唉 对 表哥 这下 看他怎么办 林主任 有病人需要抢救 好 我们看上去 我告诉你们 躺在床上的是我们黄教少爷 赶紧以后好好吃 还有什么单权要躺 我要你们的面 门外汗就是门外汗 这种车祸能乱摁吗 就是 别管他 这个 那是黄少爷 真要赢三张两张 和咱们没关系 林主任 他伤势这么严重 要不 让他转院吧 这点小事还用转院 你干什么 这什么情况 黄少爷 读过危险器了 黄少爷 没事吗 嗯 气血已经保住了 车祸啊 这里得扎了几个玻璃 动过手术就好了 这么简单 我还是怎么样了 林一龙 为你话了 你为了业绩 强行把病人带到你的客室 你可别跟我说 你什么都没做 你什么意思啊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器了 啊 林一龙 你可别乱说 你从一个清洁工 转到急诊科室 作业能力不足 这事关病人的生命安全 你可别乱说 什么意思啊 你们要一个清洁工 跟我儿子自便 黄夫人 实在不好意思 他是托关系进来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我儿子有个三张两短 我要你好看 尤其是你 我要你的面 你儿子已经没有危险了 闭神 你一个清洁工懂得什么 胡嘴 快把他赶出医院 可是他是田老 我管他是怎样 田老不胡 让他来找我 哼哼 林一龙 听到没有 你被开除了 好 以后别来求我 哼 黄夫人 你儿子的病 我来自 我是主导医生 没问题 我用性别担保 你儿子的病 会好的 胡准仁 是真的 我就拜托你了 如果你能救回我的儿子 我每年给你们医院 赚三千万 快 安排手术 嗯 嗯 这什么玩意儿 刚才林一龙 搭他的音证 哼 都什么年代了 还问这种老雕丸的东西 还想骗人 不好 情况危机 病人需要抢救 玩这什么样啊 走 走 走 悦神医 你快来看看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呀 刚才不是脱离危险期了吗 我也不知道 突然就这样了 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胡医生 你刚才把他身上的银针拔了 银针 什么银针呀 哦 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清洁工 他给黄少呀 扎了五个银针 差点把黄少给害死了 我们把他开除了 你没这么损活 你没这么损活 这五个银针 全能保住他的命 你没把他拔起来呢 不是让他 让他死吗 那不是 你的老 快救救我儿日啊 唉 银针拔了 我也没把握 那 要不再把银针 插去你怎么样 千万不要乱动 你以为这银针 是随便插的吗 这插针的 历道深度 都是有讲究的 你贸然扎进去 会加速他的死亡 哎呀 那可怎么办呢 快去请扎针的人 那还不让他干嘛 赶快去找人啦 姓林啊 快 跟我回去 黄夫人请你去一趟 你 听见了没有 想让我回去啊 可以 让黄夫人 亲自来请我 哼 你知不知道黄家的什么身份 亲自来请你 你算什么东西你啊 哪是 好好 你给我 走 黄夫人 不好了 林一龙那个混蛋说 让你亲自下跪去求他 什么 要我去给他下跪 他算什么风气啊 我分分钟 要他拱命 哼 这林一龙炸了老田给他撑药 他太过变了他 田了算什么 在江城 除了两天罢 还没有人比上我黄家的 不好了 不好了 那个林一龙不知道跑哪去了 啊 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林一龙虽然跑了 可他老婆的家人还在 只要越老 能让黄少的病 多趁一段时间 我就有办法 让林一龙回来 老婆虽然治不好他 但让他多坚持一会儿 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 最多要坚持一天 一天 足够了 黄夫人 你要配合我 这样 才能让林一龙 好好为黄少要治病 没问题 黄夫人 你只要把陈一小抓回来 林一龙自然回来 立刻去抓人 好的 夫人 已经抓住了 但是 被梁天爸拿下了 梁天爸说 林一龙是他兄弟 什么 听说 林一龙 就请了他女儿 啊 梁天爸 竟然是他的朋友 是 黄桓家 赶快去请 总督署的神医 我就不信了 没啥就不行 好的夫人 黄少的伤势太重了 最多也就是 能剩两个来小时 现在只有那个清洁工 才能救他 怎么会是这样 难道我真的下跪求他 林一龙 再求救你 救救我儿子吧 黄夫人 您亲自来求我 就已经说明了态度 干嘛还要下跪啊 啊 不是你说要我下跪求你的吗 我什么时候 说过这样的话呀 你跟胡广峰说的呀 哎 黄夫人 你被人骗了 啊 原来是胡广峰在中间 搞的不一样 实在对不起了 之前 是我不懂事 得罪了你 还请你见谅 走 咱们过去医院吧 不好了 黄少人又开始图写了 李先生 求救你了 求救你救救我的儿子吧 他动了动了 受验的手 他动了 这林先生的扎子手法真是神医啊 我佩服佩服 月老 你客气了 林先生 这是黄家所有公司的至尊卡 在黄家所有消费全免贷 请你务必收下 哼 黄夫人 这都是林一龙该做的 你不必对她客气 你不说话我都忘记了 要不是你一挑拨离间 我早就把林先生请回来了 黄夫人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还在说不算 来 把她扑出去 喂狗 好了 林西先生 谢谢你的救命之安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黄家义不容辞 喂 妈 你这个肺不死哪去了 今天英雄出差回来 你找辆车 我们一起去机场接她 好 我马上回去 我马上回去 欢迎光临 哎 这不是曾经选择过来对老婆吗 她来干嘛呀 还用说嘛 她老婆当了董事长了 她肯定是来炫耀的呀 对 李玄 老爸 吃饭去 一轮 一轮 你怎么来了 我都不想来看看你吗 走 我请你吃点菜 嗯 正好我也算了 慢着 还想着吃饭呢 还想着吃饭呢 公司都快黄了 程应学 我刚刚接到电话 又有十七家公司 给我们取消了合作 这么一算 咱们公司所有的订单 可能都没了 可不是嘛 程应学啊 程应学啊 当上总经理的第一天 就让所有订单都取消了 你可真厉害 就是冠灵 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尿过来 走 走 哎哎哎哎哎 但是不能进去干嘛呢 不知道什么意思 哎哎哎哎 哎哎 你们谁是程应学 再出来 出来 出来 哎哎哎哎哎 她她她是程应学啊 她是她 她 你就是程应学啊 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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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找她 跟我俩没关系啊 都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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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应学啊 你找回来 哎哎大家不要着急 有什么事情 你们慢慢跟我说 你欠我们的工资 赶快把工资拖给我们 我不干了 工资太低 我要实质 什么 你们可都是公司的优惠员工 为什么突然要辞职呢 公司一个订单都没有了 非跟着你 那都饿死是吧 你放心 我们正在联系其他的订单 公司不会破产的 你嘴说的好评 订单 你说能签就能签的 不要再废话了 我要市值 把工资接给我们 快 快 大家稍安勿躁 公司马上就要签新订单了 你们中什么急啊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你是干什么的 你的单名女婿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也不想和你们多说一些废话 你们想走 我绝对不拦着 不走的话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三天之内 三个亿的订单 到时候 你们的奖金 绝对少不了 你觉得这是催吧 还三个亿的订单 谁心里哪 胡说八道 我已经吹了你 黎一龙 你说什么呢 放心吧 宁雪 如果你们还想资质的话 就去学资质系 走 正常流程 你胡谁呢 走 写资资讯去 咱们 是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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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无寸光的家伙 你们会后悔的 黎一龙 你知道公司建的 什么出境吗 明雪 你放心吧 三天之内 我保证拿下 三个亿的订单 三个亿啊 这怎么可能 以前公司订单 加起来都不超过 两个亿好吧 那是以前 放心 他们会后悔的 我去打个电话 哎 真的 你气死我了 喂 老田 开始吧 那三款 治疗癌症的药 现在开始 接受订单 女二老来了 李一龙呢 他在里面呢 老花 搞定了 你就等着 接受订单 李一龙 妈 你是不是想害死 我们家伙一学 你才甘心 妈 妈 你干嘛呀 我干嘛 原来我们都不走了 谁干活 你妈 妈 你别激动 李一龙也没做什么呀 李一龙 你就是个扫把兴 我们成家倒了八辈子没了 还让你这么个扫把兴 妈 我都不明白 你为怎么发那么大的火 啊 还在这里装糊涂呀 公司损失了十七个订单 那是五六千万呀 不就是订单吗 我都说了 三天之内 至少 签三个亿的订单 哎呦 李一龙啊 你吹牛逼的工夫我又精进了 三个亿啊 哪里的嘴签啊 大伯 您说对了 李一龙他 我就是一直靠吹牛逼吃饭吗 奶奶你也来了 李一龙 李一龙 我把公司交给你 你就是这样打理的吗 算了 看在你是我孙女的份上 我来帮帮你 我出五十万 买你手下所有的工分 公司这些事 我来打理 什么 五十万 陈颖雪 还不快来谢谢奶奶 一会儿就有不少材料上来要账 你要是解决不了这件事 一会儿你手里的股份 就变成 负数了 妈 我多句嘴啊 颖雪的股票 值五千万 你给她五十万 是污染太少了 就这烂摊子 五十万我们都嫌多了 这个烂摊子 我们不接手 她就得坐牢 可不是吗 奶奶对你们不错了 她给你们五十万 要我说 应该是你给我们钱 我们才接 妈 这股票要是拿出去卖 也不止是五十万呀 老大媳妇儿 我数到三 你们连公司的大门就走不出去 奶奶 您这是吓唬我吗 大鹏 给她数个数 二 好嘞 三 二 一 来了 这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空火账 他们来给我们要账 我们这次公司就完蛋了 妈 我们现在五十万卖了 对对妈 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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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奶奶 你别开玩笑了 五十万 我马上准备活动 马上准备 林雪 五十万 你卖 迪欣龙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让我们一醒了去坐牢啊 我们家的事 有你跟上门女婿的事吗 就是 别吵了 人一家子的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赶紧接呢 各位 公司给你们的材料款 是半年一接 现在才三个月 你们就要钱 有点不合适吧 以前公司 是从老婆人换的 你现在 什么用血管 这规矩 你得改改了 哼 你一个鲁秀都该把醋丫头 你有什么本事 管理这个公司 你的公司倒闭了 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听说 他们的公司订单都取消了 这公司呀 肯定是要垮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看来你们对这里面的事 挺了解呀 林雪 看来 这所有的好事 干到一块去了 这所有的好事 少胡说 这件事跟成虎没有关系 哎 跟成虎人也没关系 哼 跟成小姐也没有关系 哎啊 这三头蜂猪 哦 没关系 很好 钱可以给你们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永远再也不是 公司的供货商了 你他妈erus SARS很 只要因为你们在 这辈子不会给你们供货了 李玉龙 你疯了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这样 给这几位老板说话 可不是吗 快给几位老板道歉 让他给咱们宽限几天 道歉就不必了 爸 妈 一会儿啊 他们求饶的时候 你们可千万别心软啊 你疯了李玉龙 你说什么呢你 无说八道 疯了 疯了 奶奶 你看 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我们要求你们 听到没有 他说我们要求他们 算了吧 我还是把股份卖了吧 我还是把股份卖了吧 李玉龙 你相信我 是你的我 永远都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现在还能怎么办呀 你和梁天爸已经两清了 谁还能帮我呀 到了 帮我们这个人 到了 帮我们这个人 到了 都看什么呢 玩呢 空气到了是吧 好普及啊 上子弹 飞一会儿 车 情安 哪位是 成应学小姐 洛 洛 我是陈永雪 你是 江城洛家 向阳制药集团的董事长 洛向阳就是我 向阳奖 那是全国最大的制药厂之一了 洛昌 欢迎 欢迎 这是个什么点子 免费给我弄我向阳奖说话 乔小姐 我是专程 来找你合作的 不知道 贵公司的药 我们向阳集团 有没有资格带领 不知道 贵公司的新药 我们向阳集团 有没有资格带领 新药 对 新药 这是我们两家的机密 我们就不在外面多说了 我已经把代理合同 准备好了 我打算出五个亿 来取得江南三省的代理权 不知陈小姐 印象如何 什么 五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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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雪 你快同意 五个亿 只能是江省的代理权 你说什么呢 你不知道洛老是什么人吗 什么 五个亿的订单要是出了事 我一定给你拼命 哈哈哈哈哈哈 那好 既然 这位小兄弟不满意 这样吧 程小姐 十个亿 我拿下江南三省的订单 如何 小兄弟 如何 程总 如何呀 洛老 爽快呀 就按您说的办吧 好 程小姐 把这个合同签了 百分之三十订金 立马就到账 洛老 你被人骗了吧 我们那块新腰啊 已经放弃了 哼 你懂什么 狗鬼啊 不敢 不敢 我只是担心 你被某些人骗了 哼 我们洛家的事情 岂容你费心 玩好你自己吧 程老太太 程小姐 现在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应许 快签 快签 哼 现在可以签了 哈哈哈哈 程小姐 合作 愉快 洛老 这次 你占了不少便宜啊 哈哈哈哈 林一龙 你干什么呢 怎么给洛老说话呢 洛老 他只是一个情节工 别给他一般见识 李一龙 还不像洛老道歉 哎 哎 无妨 无妨 林小兄弟啊 我和你初次合作 不怎么 再得小壮一点啊 也多谢你 给我着想 谢了谢了啊 倒也是 啊 那就这样吧啊 程小姐 钱 一定到你账上了 请你查收 我 就告辞了 哈哈哈哈 周小姐 好不续啊 哈哈 好你续啊 哈哈哈哈 慢点 哈哈哈哈 哎 我说洛下阳真的赚便宜了 是啊 说不准 哇 三百亿都定机到账了 我从来没借过这么多钱 一龙 林小雪 通不下去吧 辞职的 到他们全部都滚带 留下的 咱们拿出一千万 进行奖励 是吧 一千万 林一龙 你是董事长 你有什么权利拿出一千万 奖励他们 林一龙说的就是我说的 还有一千万今天晚上就发下去了 还有给所有人公司都涨三倍 一龙 你也疯了 那都是我们家的钱 那都是老子的钱 妈 签上这么大的订单 都是大家的功劳 那就让那些离职的人看看 他们的走是多大的错 不行 那是我的钱 哎呀 爸 程总啊 恭喜你 签了这么大的订单 你放心 材料方面 我们绝对供应到位 绝对不会当不生产的 哎哎 您是不是搞错了 您是来要钱的 可不是来供应的 哎哎呦 林公子 这都是误会 我打扫就看陈小姐是这块料 哎哎哎 作为顾客商 你打住哈 你年代可没我大吧 哎 我就这么形容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对对对 就是误会了 误会了 快点 你们三个人 都是属狗的吧 啊 只要让我没共用 属什么都行 一点儿 屏心 像你们这个供应商 不需要 为什么程总 我们跟贵公司啊 合作很久了 都是老朋友了 出来画动画商 不合适吧 哎哎哎 你们那合作的可是奶奶 奶奶能够半年 结一次费用 硬学一天都不能脱 既然如此 咱们就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程总 我们知道错了 看到我们合作多年的份 只有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对不起 不可能 我们会寻找更好的合作商 至于你们嘛 这实在是高开不起啊 那程总 留我们一次机会吧 这样子后面还可以谈 对不起 走 走 送客 走 走了 走了 走吧走吧 走吧 走吧 燕龙 通知下去 今天晚上开庆功业 好了老婆 我马上就去办 林燕龙 你可以走了 你个下门女婿 参加什么庆功业你 我 哎哎 老婆 你去帮我订结婚宴的酒店 妈妈我就去找你 好的 快走 老婆 你真好 还带人家来这么豪华的地方吃饭 那是 我的宝贝 当然要吃最贵的 老婆你真好 哎 怎么走路呢 不好意思啊 呦 这不是我老同学林燕龙吗 老婆 这谁呀 谁 呦 还记得我的词呢 老公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过 上学的时候 老是想追我的那个癩蛤蟆 呦 原来你就是这个癩蛤蟆呀 怎么 就你这种癩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依依这种女神也是你能舍望的 非依依 以前的事就别提了 其实 我也不愿意承认 我原来也不那么差 你说什么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李依依 你何必这样子 你不要吃不到肚跳酥肚跳酸 你再怎么样 你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 就是 像你这种穷贵 一辈子都配不上依依 算了 依依 我们不和她继续啊 走 第一龙 以后你不要再跟着我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恶心 有病 谁跟着你呢 欢迎过你 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点吃饭啊 不好意思先生 衣衫不整者 不能建筑 我怎么衣衫不整啊 不好意思先生 你这件休闲服 实在是不能进入 他穿的一顶休闲 他怎么就能进啊 齐哥 是我们这超级会员 就是个会员嘛 多少钱 我也办一个 会员 先生 我们这的会员 不是最便办的 要想成为我们这的会员 身价必须千万身价以上 那你看我这个行吗 黄老总的制裁卡 乃先生 你请进 委屈你了 早说要这张卡 不就行了吧 哟 这小子怎么进来了 哼 那还用说嘛 你不是看咱俩进来 也想进来 装一下有钱人吧 太和局人均 最低消费两万七步 他吃得起吗 哼 管他呢 一会儿看着他付不起账 那才有意思呢 哼 哎 谢经理 谢经理 慌什么慌什么 谢经理出去了 有事跟我说 你快 快让他回来 你他妈疯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赶咱经理回来 你算个什么东西 赶咱经理回来 你快点让经理回来 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咱们黄总的至尊卡吗 怎么 梁天霸来了 还是省城的那位来了 都不是 什么 都不是 天哪 有人偷了他们的至尊卡 你等着 我去叫经理过来 诶 你在哪儿呢 我没找到你 嗨何局 哦好 我马上就到 哎 一龙 哎 这女的怎么回事 跟你一龙有什么关系啊 她认错人了吧 那个姓林的就是一个穷光蛋 怎么可能认识这样的极品美女 我提醒她一下 一龙 你有这里的会人卡啊 没有啊 你不会是溜进来的 我 没事 我请你吃大餐 不都亏你今天帮我 谈了这么多的合作 谢谢你老婆 今天既然你请客 那我就大吃一顿了 哎你怎么回来了呀 不是让你去提醒他们 提醒个屁呀 人家是夫妻不结婚了 这女人已经够瞎的 居然嫁给一个穷光蛋废物 对啊 结婚又怎么样 她的穷光蛋 凭什么跟这样的媒体做到一起 服务员 先生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这个位置不好 你帮我换到那个位置 那个靠天窗的 你帮我去协调一下 先生 那边已经有人坐了 哦 那就让他们挪一下 这不合适吧 我是这里的金卡会员 连这里权利都没有吗 你看她那身打扮 根本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吃饭 你去问问她 有没有这里的会员卡 没错呀 我认识她 她叫林一龙 就是一个穷光蛋 废物 不要说在这吃饭了 她连饭钱都付不起吧 这位小姐 你真的认识她了 当然了 她是我以前同学 家里可穷了 她怎么可能有钱在这吃饭呢 这个天哪 不好意思 能不能出示一下您的会员卡 您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的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的 在这里吃饭是需要会员卡的 你是怀疑我们没有会员卡吗 如果要有的话 你拿出来看一下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对呀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何必为了一个服务员呢 看清楚 会员卡 多谢麻烦两位了 等一下 我要坐这个位置 先生 他们是有会员卡的 我知道 她这张是普通的会员卡 而我是金卡会员 我想我应该有权利 选择座位吧 是啊 怎么 这点事情都解决不了 是不是非要我跟你们 黄夫人打电话 才能解决这件事啊 小姐 先生 能不能麻烦你们 挪一下位置 请什么 小姐 您这张是普通的会员 在这里吃饭是可以的 但是 对到高级会员 是要给他们提供方便的 麻烦二位 挪一下位置 可以吗 你们这里有这种规矩 我怎么不知道 这是潜规则 您这是普通会员 高级会员 有高级会员的权利 照你这么说 高级会员就可以随意 驱逐低级会员吗 一般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如果高级会员和低级会员 发生冲突 我们是有权帮助高级会员的 哼 就是 高级会员就应该有 高级会员的权益 要不然我们干嘛花这么多钱 升级高级会员呢 哼 就是 一个普通会员也好意思在这吃饭 哼 美女 其实您不用挪位置 我请您吃饭吧 我是这里的高级会员 别乱了 咱们走 你确定 高级会员就能随意驱逐低级会员 谈不上被驱逐 只是应该享受拥有的待遇 很好 那我要求 他们不忘了付去 什么 请什么 妈的 一个低级会员敢说这么狂妄的话 先生 请助您的言辞 不如我们的高级会员 我们随时可以撤销您的会员卡 他也得有会员卡你才能撤销呀 你没有发现吗 只有这女的有会员卡 她是个吃软饭的 怎么可能有会员卡 当然 撤销会员卡也不是不行 毕竟 这个男人是她的老公 一龙 咱们走吧 我们为什么要走 该走的是他们 一龙 没必要跟你们闹 闹大了 只会丢脸 你相信我 丢脸的不是咋的 哟 咋的呀 今天还想赖这儿了 服务员 我要求立刻撤销他们的会员卡 和他们这种人在一起吃饭 简直就是罪我们最大的侮辱 这位小姐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因为你们在这里 影响了我们高级会员 按照公司要求 撤销你的会员卡 你确定要撤销我们的会员卡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还是你耳朵不好 我再说一遍 我就是要撤销你的会员卡 好 很好 希望你待会儿 不要后悔你说过的话 后悔 是我后悔啊 早该把你赶出去 让你们这些垃圾在这里 影响了我们的贵客 又去啊 好近 不能走 会员卡都没了 在这儿丢什么人呀 两位 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 离开 恐怕 你没有这个资格 哼 你们现在连会员卡都没有 凭什么站在这里啊 还不滚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把你给扔了出去 对对对 让他走 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 尼龙 咱们走吧 别在这儿闹了 毕竟这里是泰河区 我们不能再闯过了 明雪 你放心 我说过 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 怎么 还不走吗 还想赖在这里吗 我现在数三个数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就让保安把你们扔出去 一 二 三 把他们给我扔出去 谁敢 那咱走 谢经理 您好啊 谢经理好 谢经理 这卡是这位先生的 是 林先生 你好 很荣幸见到你 谢 谢经理 您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林荣就是一群混蛋 您 您跟他荣幸什么呀 哼 放肆 王天琪 你说话注意一点 林先生 可是我们这里的 射尊卡持有者 你对他不敬 我们可以随时撤到你的会员塔 什么 是 至尊卡 我怎么没听说过 什么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打听这样的事情 这至尊卡 是我们老板 王夫人亲自发来的 在我们老板名下的旗样 是最高的权限 这至尊卡不会是假的吧 他林一龙只是一个穷光蛋 他凭什么得到这张卡 哈 不会是偷的吧 迄今为止 我们老板只发了三张自尊卡 每张自尊卡 都有身份的验证 林一龙照到自尊卡 我验过了 是真的 真的吗 林先生 不知道你大街光临 刚才都有得罪的地方 还请你见谅 也谈不上什么得罪 就是这里啊 太过躁 影响人的心情 经理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可以随便乱说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本公司的员工 拿着你的东西 来快滚蛋 经理啊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把他们都给我扰出去 林先生 你这个自尊卡 请楼上用餐 当然 如果你愿意来这种餐 我也可以帮你清洗啊 那就清炒吧 好 请稍稍 秦晓琳 你赌吧 谢经理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会员 凭什么他在这吃饭 就让我们出去 就是 谢经理 他自己一个人在这吃饭 都把我们赶出去 谢经理 你们太快去也太霸道了吧 一龙 算了吧 别把事情闹大 这么多人 要是怎么收场啊 哼 自尊卡 拥有的有黄总 同等的权利 你们要的不服气啊 就取消你们的后颜卡 我可以问你们办 一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卡 其实是两天霸的 什么 你拿了两天霸的卡 他送你我的 你不是说你会两天霸两清的吗 到底还有多些事情瞒着我 我也不知道这张卡的能量有那么大 我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回岸卡 要不我送给你吧 不应 你留着吧 我也用不上 喂 林先生 我在这边遇到一点的麻烦 请你过来求一求啊 好 我马上就到 老婆 我有点事情要先总结一下 今天呢 你的庆功宴随便点 咱们是自尊卡 不花钱 行 那有事你先去吧 好 林先生 你终于来了 快坐快坐 别人情况怎么样 你 学生医啊 嗯 这就是你给我起来的厨所啊 嗯 不错 小林在医药方面很有成就 给我打下手 没问题 哦 学生医啊 他 不是来当你部署的 嗯 什么 他不是来给我当住手的吗 不是 嗯 难道他是给赵公子看病的 你认为我给赵公子看毛病吗 学生医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专门带领一个神医啊 再聊一下 再聊一下 神医 现在什么人都敢称自己是神医 这么大的胆子 让我出来见识见识 田老说的 正是在下 你 洛杏 你又带来这么一个如虚无缘的小子 来给赵公子治病啊 你们有所不知 林先生 人员年纪轻轻 但是医术超贵 哼 小田 以前我还觉得你有点身在死血 没想到你叫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在我们医学院冲神医 简直是对我们医学院的一种侮辱 小田 医术知道平时真本事 不是动动嘴皮是可以的 林先生 医术很高美的 老夫干败下方 我相信他能治好赵公子的病 你干败下方说明你的实力不够 不代表他的医术有多高美 薛神医 的确不错 医术知道 一定要靠真本事 但是不知道 你所为的神医 究竟有多少真本事呢 小子 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啊 我管你是谁 姓薛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都没进这个门 我就知道 你治不好赵公子的病 笑话 你连病人都没见到 你都能说治好他的病啊 小田 你从哪里找到这个江湖骗子 你别在这说这些废话了 姓薛的 敢不敢和我打一个赌 赵夫人 林先生 是有这个本事的 我不想听你废话 待他赶快滚蛋 不然我让保安 请你们出去 老太婆 不用那么麻烦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有何不敢 天老 既然人家不欢迎咱们 那咱们就走吧 不过 我还要提醒你 这个姓薛的进去 应该会用针灸 治疗你的 哼 真是笑话 你连病人都没见到 你又妄言我 用什么方法治疗 今天我就偏偏不用针灸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三针下去 你的儿子就会吐血 如果你不想让他死的话 记得 亲自来求我 我也不知道小田 在哪里找不来这个疯子 薛医生 大人有大量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林先生 你刚才 不应该这样 跟赵夫人说话的 怎么了 赵夫人是因为 他儿子的病情 心里着急 他这样说话的 平时赵夫人 挺和善的 再说 赵夫人在江省 人们挺广 就连梁先生 也得给他几盆薄面 那又怎么样 他反正一会儿要来求我 他又怎么会在乎 我之前说了什么 林先生 你确定 他会来求你 要是换了别的医生 他未必会 但是 那个姓薛的神医进去之后 他肯定会来求我 为什么 你有没有注意 那个薛神医的双手 他随身带了一个针灸袋 说明 他也是一个针灸高手 而且他的左手 中指和无名指 有些许剪子 这说明 他是用这两个手指头来下针的 唯有一种碾针法 是要用这两个手指的 碾针法 没错 虽然我没有进门 但我也差不多知道了赵公子的病情 他平时 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不能生育 初一十五 鼻子会流血 你 你怎么知道 你薛神医 不用碾针法 为赵公子下针 而这 恰恰是最大的错误 而且 我还知道 他前三针下去 赵公子 一定会吐血的 你 你确实是神医啊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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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儿子 我求你了 救我儿子 赵公子 什么情况 薛神医 给我儿子下了三神 我儿子到现在 吐血不止 什么 本来 以你的态度 我是懒得管你家的门的事的 但是 看在田老的面子上 我就帮你一把吧 多谢 多谢 你怎么知道他要吐血 你怎么知道我要扎针 这怎么回事啊 这有什么难的 从你随身携带的东西 我就知道你学的是什么样的医术 应对什么样的病症 怎么样给病人治疗 啊 这怎么可能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田老 第一次给他用的什么药 我也能够判断得出来 啊 林先生 你真是个神人哪 林先生 赵公子的病 好吃吗 他这不是病 林先生 我儿子到现在都没法跟妻子同房 两个媳妇都跑了 我们做剧的检查都没有用啊 这怎么说是没有病啊 这是干什么呢 好了 你儿子的病好了 好了 什么好了 你赵家后继有人了 只要他妻子没问题 今年之内 保准能生孩子 真的 林先生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种蛊虫 很罕见的 蛊虫 只听说过 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当然存在 薛医生 你也知道蛊虫 早年见过 不不 到底是什么蛊虫 让赵公子无法生育 这种蛊虫 喜欢依附在男人身上 稀释精气 所以 只有再放只蛊虫进去 两只虫子互相厮杀 就会化解 我儿子怎么会沾眼这种蛊虫 一般情况是不会沾眼的 这种蛊虫 一般是出现在苗疆 赵公子 是不是去过苗疆啊 我儿子 19岁半年 跟不学理由 去过苗疆以后 林先生 那怎么你知道 我跟他下山的症状 他会吐血 这种蛊虫 一般附着在蟹果附近 三针下去 恐怕是刺激到了蛊虫 导致他吐血 林先生 这是高症 以前我做也不得做 您不用这么客气 其实你的医术也不错 只是没有预见过这种情况 搞错也是很正常的 其实我这次遇到高原来 林医生 实在多谢你了 这是我一点小心翼 请你务必收下 等我儿子病好了 我一定登门拜访 不用那么客气 林先生 这次多谢你了 天老 你客气 对了 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林先生 城市药业的账户 已经被银行冻结了 昨天药业转过去的定金 全部被冻结 公司现在 一点流动资金都没有 无法正常使用 难怪净血 愁容难免 原来 是对了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情 为什么会被冻结 昨天银行接到一个 城市药业的账户本 里面有很多问题 所以银行把他的账户冻结了 城市药业集团上面 有十几个亿 就算是遇到一点状况 这些钱也够用 为什么要 冻结账户 这件事 其实可大可小 只要看银行那边领导 怎么操作了 账户一被冻结 城市集团 流动资金就没有了 是谁负责这件事 一个叫姚东的客户经理 在银行那边权力不小 我和他没有太多交情 不过 梁先生愿意出面 银行那边 肯定不会为难他 不用找梁先生 我自己会处理的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来啊 诶 丁雪啊 你怎么才来啊 诶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这次贷款的事情 我都给你搞好了 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叫姚东 是我远方的小表书 豪杰 那太感谢你了 赶快去吧 好 姚经理 您看一下 您需要的材料 我已经准备好了 公司的账户 是不是能解封了呢 哎呀 材料我看过了 不不 这个东西还得等上面批准 你来回家吧 姚经理 你看一下能不能尽快处理一下 公司真的是拖不起了 陈小姐 这银行人物是你家开了 你说批准就能批准吗 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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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走了 小教授 唉 大发走了 哎 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陈英雪 会利用这次银行事件 来求我 我呢 也可以达到 控制陈英雪的目的 以后 他就乖乖地成为我的手中玩物 银行这帮人 胆子也真大 我们城市家族 这么大的企业 他们也敢随随便便地得罪 可不是吗 我们一年存这么多钱 他们疯了 敢和我们作对 银行 银行 不行我们就告他们 行了 你们就别嚷嚷了 人家走正规程序 告也没用 再说了 咱公司那点流动资金 能撑多久呀 不是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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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进来的 也不看看几点了 也不回来做饭 你想饿死我们呀 不是妈 闭嘴 一前到晚 让你处理这家务事 你都处理不好 你还像不像个男人你 行了妈 别吵了 银行 你能不能让家里消停你 自从你进了这个家 全家人都在为你争吵 你能不能不让我们心烦呢 爸银行刚回来 他怎么就惹你们心烦了呀 我说应学啊 别人为了一个外人 总给你爸爸吵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气死啊 还有你 快抓你时间 滚一边坐饭去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还不快滚 爸妈 你们以后不能对一龙好一点呀 不行 看见他就生气 是谁让我伯母生气了呀 哟 这不是小崔吗 伯父 伯母 您学 小崔 来就来吧 还拿什么东西呀 伯父 伯母 我带了点礼品 快坐 来来来来 快坐 哎呀 一点小礼品不成敬意呀 哎呀 小崔啊 来就来吧 还拿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没何德何能啊 不值钱 不值钱 这一个是 四十年的女孩红 我特意给大爷的 客气了客气了 太客气了 客气了客气了 阿姨啊 是罗尼 卡迪亚出了一款新香脸 给你的气质太配了 哎呀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小崔 哎呀 以后就是一家人 这叫什么呀 爸妈 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收纳 快快回去 哎 盈雪 人外 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人从小轻微中了 你爸爸就是爸爸 你妈妈就是妈妈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说说阿姨 其实 这次我给盈雪 也准备了一个例 我不知道盈雪能不能收下 盈雪 盈雪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介绍 其实 我喜欢你好久了 虽然你嫁给林一龙那个废物 但我不嫌弃你 盈雪 你嫁给我吧 我求你了 盈雪 就收下吧 嫁给我吧 嫁给我 盈雪 抓紧接过来 这崔少 可比林一龙那个废物强多了 盈雪 接 快接过来 孩子 盈雪 盈雪 难道 你一直让我保持这个 求爱的知识吗 盈雪 快收下 别让崔少收拎 把戒指收下吧 收下吧 盈雪 你就收下吧 盈雪 盈雪 崔少 你也是出身豪门 应该懂得什么叫做礼貌 什么叫做规矩吧 给有夫之妇送戒指 呵呵 崔家珍可真不要脸呀 林一龙 干什么呢 你怎么这么侮辱崔少 就是啊 林一龙 赶紧给崔少道歉 崔少 你还有别的事吗 要是没有的话 我就回公司了 公司还有点事情 一龙 你送我回公司吧 好的 陈盈雪 听说 你今天去借高利贷了 你 你怎么知道 盈雪 你从我小表叔 姚经理那里出来 你就到处去借高利贷了 有个吴老三 你认识吧 他就是个大嘴巴 到处给人家说 江省第一美女借高利贷了 现在搞得人尽皆知 这 就不劳您费心了吧 陈盈雪啊 你我从小轻为竹马 两小无猜 你遇到困难了 我很心痛 我就是需要钱 你说上那么一嘴 我就给你解决了 说吧 你要多少 我给你转 崔少 这合适吗 伯母 我刚才都说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哎呀崔少 我们要按银行的最高利息给你 哎呀伯母 你真是没把我崔少当一家人呀 要什么利息呀 钱就给你们了 一分利息我都不要 一群你看崔少对咱们家多好啊 好叶雪赶快请崔少出去吃个饭 赶快去孩子 叶雪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 咱们的银行账户都被斗结了 你还说不缺钱 爸 闭嘴 你是想去建高利贷 让咱们家破产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 赶紧请崔少去吃饭去 叶雪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不缺钱 什么 不缺钱 林一龙 你知道我们家现在是什么处境吗 你是想害死叶雪啊 哼 阿姨 她就是想害死叶雪 自己的媳妇去借高利贷了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借高利贷的下场 会是什么吗 哼 叶雪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 明天公司的账户一定会解冻 吹牛逼 什么 相信你 明天账户要解冻 李一龙 你是白日做梦吧你 妈 我相信一龙 你 妈 不要说了 崔少 多谢你的好业 不好意思 这笔钱 我真的不需要了 家里的饭菜做的不多 我就不留你在家里吃饭了 叶雪 你别任性 学长 叶雪都走了 你还出来这儿干嘛 陈颖雪 你静静不迟迟迟发球的东西 你可见惑 我倒是要看看明天你的账户是如何解冻 哼 李一龙 你说公司明天就能解冻 来来来来 跟我们说说 明天怎么解冻 负责这件事的 是一个叫做姚东的经理 明天中午 咱们把姚东请出来吃顿饭 就解决了 废话 要是能这么简单 我们早就解决了 姓姚的明摆真是故意刁难我们 这是一顿败子解决了的吗 李一龙 最少多好的人 无条件的借给印雪钱 可是你 非要拒绝 还叫点去找一个心怀不愧的男人 去吃饭 李一龙 你真是窝囊的 钱无辜人了 李一龙 你就准备离婚吧 离婚的时候 我们给你五十万二位补伤 这五十万够你花很久了 爸 妈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这件事一定能完美解决的 我拿什么相信你啊 我用我的性命担保 李一龙 谢谢你 你胆子不小啊 谁让你抱我呢 我去你妈的 你找的这什么破地方 绕来绕去的 差点把我绕迷路了 你要是这么没有诚意 不要他妈请客 在这种地方你都喝迷路 那只能说明你 太蠢了 你他妈说什么 有本事再说一遍 我说你蠢 听清楚没 好小子 听有种啊 我看你就是那个成家的上门女婿吧 成家人呢 他们怎么还没来 我在这里就够了 我就想问你 成熟药药的账户 什么时候解冻 解冻 我他妈告诉你 你家的账户上 这辈子都解冻不了 好 有酒里 好久不见 天 天 天 咋的 不认识我了 天哪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是来陪朋友吃饭的 好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我的朋友 林先生 这 这 这我 我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不会吧 我 我 我真不知道啊 天 天哪 我 我真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你大人不计小人口 你饶了我吧 错了 你骂我朋友 要夫妻在这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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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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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儿行了吧 天天老 哼 算你有诚意 我朋友的事 该怎么办啊 我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办 林先生 林先生 你饶了我吧 我不会有下次了 我肯定改 以后你看我表现怎么样 滚吧 不要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 哎哎 好嘞好嘞 哎 林先生 事情解决了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姚经理还没来吗 已经走了 什么 走了 林一龙 姚经理来了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 今天我们请她是有正事 你让她走了以后 我们正事怎么办呀 爸 妈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她已经答应了 解冻咱们公司账户的事情了 真的假的 哎 你怎么做到了 林一龙 我倒要看看今天这账户 能不能解冻 我可把话料到这儿了 如果今天这账户解冻不了 你要准备和英雪离婚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不会跟一龙离婚的 什么 不想离 只要林一龙今天把账户解冻了 就证明她没有吹牛 你们就不用离 喂 姚经理 出场吧 林一龙 姚经理 你怎么来了 来的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要找人去接你啊 我帮我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把城市集团的照顾给监督 我以后保证 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了 原谅我 妈 你可以滚了 哎哎哎 好嘞好嘞 林一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没有听错吧 她作为 银行的经理 滥用之权 已经被我举报 姚雪 咱们公司的资金 你去切装吧 姚雪 你不用担心啊 谢谢你啊 一龙